接下來我們要講一下安裝CH340系列晶片的驅動程式 請你直接在Google瀏覽器上面找CH340 控一個Driver 這邊第一個在江蘇公司的頁面CH341 Series 把它點進來 這邊就會有這個系列晶片的驅動程式 那我們直接點CH341 這個執行檔 它就是Windows的安裝包 請你直接點它下來 這個驅動程式什麼時候要安裝 如果你的Arduino板子 或者是你用了下載板 那麼它是屬於用這個晶片的 那我就直接 我就必須要安裝這個驅動程式 那通常對岸的做的那個Arduino的板子 那它有如果是仿原廠的 仿原廠的你在Arduino的驅動程式裝完之後 它就可以抓得到 那如果你是它的那個USB的晶片 它如果有改成CH341的 通常是相容版 Arduino的相容版 那相容版它就會需要裝這一支程式 那這支程式呢 裝的時候也很簡單 就是你下載完之後呢 直接點一下 然後按執行 它就可以直接安裝 那你就回答是 然後 它會跳到這個畫面 直接按Install 那它一下就會裝完了 那要注意的是 它這一支程式下載的地方 這樣就裝完了 你下載的地方呢 不能放在有中 就是你最好不要放在有很多層下面 或者有中文的名稱的目錄底下 它會 它有時候它會抓不到那個目錄 就會安裝錯誤 這是唯一要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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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